《經濟日報》今日的重榜分析 就是推介《創科669》 簡選原因是 公司將於這個星期三 公佈截至6月底的中期業績 而創科的主要競爭對手 史丹利伯德 上個月底公佈的中期收入 按年增長3.5% 去到85億美元 加上毛利率擴闊所帶動 稅前日利更加大增3倍 去到11億4千萬美元 令到創科中期的業績 增添了憧憬 市場看法上 告成基於史丹利伯德第二季 受到工具儲存部門 盈利增長4.1% 以及收入增長4.7%的推動 而預期創科上半年的收入和順利 會分別增長3.8%和4.4% 告成更加認為 創科可能會交出 給行業更好的業績 故此將創科下半年的收入預測 由原先增長5% 上條去到增長1.5% 全年的收入預測 亦由增長1.9% 提升到增長2.5% 摩根士丹利日前亦發表報告 說雖然市場一直關注商品通脹和運輸成本 可能會影響創科的盈利率 但創科的主要競爭對手 史丹利伯德 在今年上半年的營運利潤 按年增長超過6% 表明規模可以幫助換解這個情況 因此摩根士丹利仍然計 創科的營運利潤率 只會增長0.5% 策略上 創科的股價在上個月底 藉著同業中期業績理上 升穿至今年5月高位 展開的下降軌阻力 顯示市場對它們的中期業績有憧憬 不妨以創科今日的開市價買入第一柱 如果股價有機會回落到140元以下 可以多加兩倍注碼買入 短期目標看160元 跌穿了128元便適宜止虧